各位好 欢迎加入大爱十点新闻 我是林国新 首先带您看到 中国大陆南部最近是大雨成灾 最新的灾情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洪水泛滥 从15号到现在已经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 画面中看到河水暴涨夹在大量泥沙滚滚而下 作物全部都被冲毁 15号下午开始降下了大雨 不只酿成淹水灾情 还引发了土石流 造成两人死亡 后来又有6辆车被大水给冲走 目前找到了8具遗体 当地政府已经派出了救难队持续的搜救 气象单位表示 从20号到23号这段期间 中国大陆南部将会再度出现持续性的暴雨 影响范围非常的大 一定要谨慎的防灾 北朝鲜经济状况本来就不好 今年又碰上了大汉 糧食供应出现了大缺口 同样是大汉民族的南汉 政府就宣布将给北朝鲜 5万公顿的稻米提供援助 一大片的农地上头却看不到作物 一片光秃秃的北朝鲜 今年碰上百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再加上长期因为发展核武 受到国际的经济制裁 今年5月平民百姓每年每天只可以领到 300公克的粮食创下历史新低 联合国的报告还指出 北朝鲜有4成的人口即需要粮食援助 南韩政府紧急出手相助 并且表示还会尽快的评估下一波的援助行动 刚果民主共和国从6月初开始 种族冲突越远越激烈 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30万人逃离家园 也加速伊波拉疫情的扩散 一顶顶白色的简陋帐篷 就是一家大小遮风避雨的地方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因为战乱 数十万民众被迫逃离家园 然而这一离开也使得当地 原本就非常严重的伊波拉疫情 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500万人死亡 如今碰上了战乱 大量人口流动 疫情恐怕会有失控的危机 今天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 联合国公布了最新数据 去年有7000多万人流离失所 不仅比前一年多了230万人 国际人口也大大的增加 中央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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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70万人之间 德国总理梅克尔接纳难民 但是付出了不少政治的代价 难民署也提醒 7000多万的难民人数只是保守的估计 因为还少算了逃离委内瑞拉经济危机的人数 整体来说过去20年 全球难民人数已经翻倍成长 现在夏天是荔枝的盛产期 但是尽量别在空腹的时候来使用荔枝 印度有很多的儿童 因为空腹摄取大量的荔枝 累积大量毒素刺肝氨酸A 导致血糖过低 甚至引发急性脑末炎死亡 多致饱满的荔枝是炎炎下炊的消暑胜品 不过荔枝的有毒物质 疑似造成印度上百人罹患脑炎死亡 印度最穷困的省份比哈省六月一号爆发急性脑炎以来造成一百多人死亡 大多是四到十岁家境贫困营养不良的儿童 他们本身血糖低又在空腹时把荔枝当饭吃 荔枝毒素刺肝氨酸A 阻止人体产生葡萄糖 造成低血糖进而引发急性脑炎 出现抽搐 高烧脑部发炎肿胀甚至死亡 病房人满为患一床难求 有的孩子挤在同一张病床打点滴 医疗人力不足资源匮乏当地还有四百多名患者 急需治疗 政府毫无作为引发民众抗议 印度卫生部长这才了解事态严重 亲自到比哈省视察 卫生部长也警告家长 半熟或没成熟的荔枝毒素含量更高 比让孩子空腹时用 也宣布给死者家属四十万卢比约台币十八万的抚恤金 目前世界各地极端气候频传 越南的晒岩产业感触很深 因为这个行业是看天吃饭 阳光普照的时候晒岩可以很快的丰收 但是气候变化太大 再加上雨季来得比过去还要早 雨量也变多了 导致越南的晒岩产业出现衰退的迹象 迎着晨曦 一群人头戴斗笠 穿着胶鞋踩在水中 弯腰把白色的盐 一把一把铲进推车中 越南中部沿海地区 庆河省的海边小镇 在盐田工作 是世代相传的产业 每年一到六月干旱少雨是丰收季节 也是最辛苦的时候 早上四点就要开工 要手快脚快 避开阵午毒辣太阳 采盐是越南传统产业 绵延的海岸线加上气候炎热 全国58个省份中将近半数都设有盐厂 总面积达一万四千公顷 每年生产大约一百万吨的盐 然而最近几年 野農的收入很不稳定 气候变化是一大主因 总是来得太早 雨量又比较多 靠老天吃饭的盐浓只能听天由命 不少人转业 例如北部的南定省 十年前有九十公顷的盐田 现在只剩下二十公顷 而且工业对盐的品质要求严格 因此越南进口的盐也不少 都对传统盐田造成打击 现在越南政府宣布要以十五年的时间 将盐业现代化 引进新科技 希望在2030年将产量提升三倍 大约新闻女方编译 焦点回到台湾 在台南有一名十岁的男童 他在家中浴室洗手 因为重压洗手台造成陶瓷台面坠毁破裂 男童全身多处被割伤 伤及了动脉跟神经 经过医师紧急缝合之后 才保住了一命 专家就表示 洗手台要尽量避免选用悬挂式的 也不要重压才能避免意外发生 家人急着在家门外等救护车 十岁男童被抬出时全身嗜血 原来他遭到家中浴室坠落的 洗手台割伤紧急送医 他已经有压过好多次 我有看到 我有提醒他 因为我去租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发现 我早就有先跟他讲了 你是看到他有压过 男头重压洗手台 造成一条动脉和静脉 及四根神经被割断 医师紧急手术四小时接回 刀刀进入 每一刀都是切到骨头的银颈下 主要的伤口在右边的腋下 跟左边的前臂 跟右边大腿还有胸口 这些伤口里面都有很多的 神经跟血管的撕裂伤 这方面换我这边看是不是有裂掉 市面上洗手台好几种 男童家中使用的是传统旧式的悬挂式洗手台 没有任何支撑 受力容易不均 有脚的支撑点 它不像锁在墙壁上 因为毕竟这个面盆它会做固定一次 然后还有下面的柜子的话 去做一个固定的部分 专家提醒使用悬挂式洗手台 可加装支架支撑 如果面盆出现裂痕 也要赶快更换 更不要再上头重压 或是放置重物 才不会引发破裂 酿成汗室 那新闻这新王昭中 高雄台南综合报道 现在夏天天气闷热 常常流汗 尤其婴幼儿的皮肤比较薄 保护能力比较差 很容易长湿疹 医师就指出 最近婴幼儿湿疹来就诊的人数 比过去高出两到三成左右 如果湿疹没有接受妥善的治疗 家长自行购买 含有类固醇的成药来擦 不但会伤害小孩的皮肤 而且湿疹没有根治的话 很容易反复的发作 医院小儿科诊间挂号人数不间断 天气越来越热 婴幼儿出现湿疹的比例 比平常高出两到三成 不少家长也坦言 照护上得要特别费心 我们是好像有 疑似有湿疹所以才烂 就是皮肤比较有一粒一粒 然后比较粗糙 关节的地方吧 就还有就是手肘或是什么 有皱褶处 就擦乳液 勤擦乳液 小朋友的皮肤特别薄 保护力比较差 在湿热天气 汗水反复刺激下 就容易出现过敏湿疹症状 脸部嘴巴周围 脖子或关节处都要特别注意 小朋友带来的时候 脸就已经是溃烂的 因为他可能就是很痒 他就一直磨蹭磨蹭这样子 那另外比较常见是在脖子 因为小孩脖子很短 所以汗就会预计在上面 所以就久了一打开 就整个都是湿疹 提醒家长可别少看湿疹 临床医师就指出 两岁是照护关键期 如果没有接受妥善治疗 以后很有可能稍微流汗就过敏 如果你一直反复地刺激他之后 他的免疫系统就会很旺盛 所以他就会很容易碰到什么东西 就有一个反应 所以当然会希望在两岁以前的 就让他快快地好 不要一直去刺激他的免疫系统 医师建议 因幼儿洗澡后 可以擦适量凡士林保护皮肤 平时不要过度用肥皂清洁伤害角质层 把握两大原则 就不怕湿疹找上门 大海新闻 杨韵子李建宽 特别报导 有一种病菌叫做里斯特菌 它可以存活在不同的环境之间 如果我们吃的蔬果 或者是没有经过加热的食品 都有机会被感染 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人 以及孕妇会构成致命风险 其中孕妇不小心被感染的话 还有30%流产风险 然后保存食物或乳品 一般都会想到进冰箱去冷藏 可是有一种细菌 叫做里斯特菌 特别的耐寒 在冰箱中也能生存 国外就有一名怀孕28周的准妈妈 喝了冰箱内开封过的牛奶 出现高烧腹泻等症状 最后产下死胎 进一步检查发现感染里斯特菌 这种细菌致病力不高 但免疫力低下的人 尤其孕妇 感染风险高出20倍 更有30%流产风险 孕妇在怀孕期间 就是说因为体质的改变 免疫力也会下降 尤其是在最后的 7到第10个月之内 孕妇大概占所有感染的 大概占到 可以占到3分之1到4分之1左右 总部还是都会看 是以新鲜为主 我说我是今天冰的 我今天晚一点吃的话 我觉得OK 但是隔夜的就尽量不一样 者妈妈们的观念很正确 医师也提醒 里斯特菌能在 负1到45度之间生存 但不耐高温 只要超过70度 就无法存活 尽量如果拿出来再吃的话 一定要再把它煮过 再把它高温 再给它回温一下 把里面的细菌 还是要做杀菌 这样子的话 吃下去才会比较安心 提醒孕妇吃过的食物 务必冷藏保存 但不要超过两天 并且生食 熟食分开放 食用前记得彻底加热 远离病菌 台北新闻 杨韵子李建宽 台北报导 另外 现在夏天天气很热 很多人喜欢吃西瓜 来消暑解渴 不过在台中 有一名65岁的妇人 她平常就需要洗肾 但是吃了太多西瓜 一天可以吃掉 一颗小玉西瓜的分量 结果水分排不出来 引发了肺水肿 呼吸困难送医 医师就表示 西瓜营养非常的丰富 但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以及食用的分量 才不会造成身体负担 好好吃 好好吃喔 甜不甜 很甜 消暑解渴清凉 然后整个身心都舒畅起来啦 吃了就凉爽这样那种感觉 就主要是解热啦 清凉西瓜人人爱 消暑美味营养丰富 甲离子的部分 它跟我们心血管保护有关 那甲离子的摄取多 也会出几门排尿 只是有出肠胃乳冻 清热解毒的作用 不过有特定疾病和体质的人 千万别多吃 有心肝肾衰竭的病人 其实他水分限制 最好都能控制在一天一天以内 过多的话就容易造成 肺水肿积水的问题 那有时候紧急的话 会造成要插管 比较偏寒性体质的话 反而会容易有一些筋骨钻痛 拉肚子这些都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如果要吃尽量调油 太阳的时候吃 我们建议一份的重量 大概就是我们一般吃饭的碗 切好的西瓜大概八分满左右 西瓜糖分和水分含量高 肾脏病 心脏衰竭 糖尿病患 感冒 寒性体质 产妇孕妇以及生理期 都不宜吃西瓜 一般人吃也要挑对时间 才能吃得开心又健康 大爱新闻黄正明 欧阳光辉 台中报导 美国东岸的纽约以及长岛 两所慈祭人文学校 陆续举办了毕业典礼 师长们还有家长 都给毕业生满满的祝福 另外在西岸的洛杉矶 慈祭圣古爱满地联络处 有一场慈少干部的传承仪式 中西洛杉矢砸兽 八位毕业生即将跨入 另一个学习阶段 慈祭职工在圣古爱满地联络处 为他们举办欢送会 更邀请到一位专业讲师 提供家长与准大学生 最想知道的资讯 如何申请奖助学金 在美国他所希望看到的学生 是一个属于全方位的性质 除了学业成绩好之外 还有参加课外的活动 还要把时间回馈于这个社会 慈少团队有心传 即将承担干部的阮师华 自我设定目标 我认为我可以帮助 慈少团队争论更好 更加关注 成为一个更大 愉快的家庭 我设定在我自己的学校 可以参加更多人 和更多朋友 让慈祭更大 愉快的家庭 慈祭大家庭快乐的氛围 一届传一届 在纽约慈祭人文学校的 避节夜典礼 没有离情依依 而是满堂喝彩 所有2018学年度 在各方面有进步 有优秀表现的学生和教师 都获得肯定 毕业生奉茶感恩师长和父母 行囊装满祝福 更要向前行 长岛慈祭人文学校 在校生表演街舞 律动畅游 人见人爱 毕业生则回忆起 12年来他们的成长足迹 礼谢所有人爱的陪伴 来 新闻知识美职工 美国综合报道 慈祭北加州分会 举办了夏季一诊 提供了中医 牙科 眼科等 五个科别 服务了200多位民众 特别的是 一诊现场 工代艺买通 迎接相亲从场外到场内 无缝接轨 基础检查亲切寒暄 今天等很久了 好辛苦了 那我现在先帮你量 体温跟血压 和医师面对面 笑谈人生就像开车 专业在脚步 足科医师庄大庆 来意买通 四季北加州分会 夏季一诊 都是民众普遍需要的科别 230人受到医疗服务 答案请问 真三本职工向才荣 美国报道 荷花出于女儿不染 国宝及铜锣工艺家 吴宗林 今天一早到新店金丝堂 他把亲手打造的铜荷花 赠送给正言上人 这一座铜荷花 不仅环保 也象征慈祭之工 在社会上无私奉献 却能保持亲近新的精神 敲响每面铜锣 谱出优氧旋律 国宝及铜锣工艺家吴宗林 不只在制作铜锣上 有着好手艺 还有做工艺品的好本领 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里 呈现给上人 感恩 吴宗林和妻子 来到新店金丝堂 献上手工打造的铜荷花 象征慈祭人 就像这朵盛开的荷花 在这个人世间 大家都在这边打滚 手 整体都很容易长 但是这个心是清静的 用这样的一个精神 来诠释我们大爱的志工 不断地在这个社会上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但是心里面是一种清静的 而这座铜荷花 全是用制作铜锣石 所残留的废角料 回收再利用制作 环保更坚固艺术之美 但之所以用铜花 结下好姻缘 都是为了让妻子 与慈祭的羁绊更加紧密 上人要的是无相 是我们的新的呈现 那但是呢 吴老师一直挂爱 在这一个他的一个作品 这一个呈现 所以呢 这次也很好姻缘 我才有这个机会来面见上人 相无相 无不相 这样的表达出来的 从有型的艺术品中展现无形的美 也在作品中感受到满满新意 大爱新闻范秀宜李明华台北报导 再来看到的是生态危机 俄罗斯北部的工业大城街道上 出现一只瘦弱的北极熊 它从北极圈的栖息地 长途跋涉到这里来寻找食物 因为全球暖化呢 导致北极熊失去了栖地 这样的情况恐怕只会持续发生 瘦弱的北极熊在垃圾堆里 找东西吃的画面令人鼻酸 这一幕全都被手机录了下来 这只北极熊脚上沾满泥土 拖着饥饿的身躯 远从几百公里外的北极圈栖息地 来到俄罗斯北部的工业大城 诺里尔斯克的街上四处觅食 引来当地政府和保育人士的关注 北极熊躺在地上 看起来健康状况不佳 俄罗斯政府预计 19号会派野生动物专家 前来评估北极熊的状况 在决定要如何安置它 2019年年初 俄罗斯北部的拼远地区 有民众目击十几只恶坏的北极熊 闯入民宅觅食 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近年来 全球暖化导致北极熊的海滨栖息地减少 北极熊被迫离开家园 到人类居住地寻找食物的情况 只会日益频繁 大海新闻商榮编译 新闻最后带您看到黑熊抓养的有趣画面 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海十点新闻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